哈喽,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2012年的 Man Heart International冠军陈建峰 耶,大家好,大家好 不是我哈 这位,哎呀,不用管他啦 今天要跟陈建峰谈的就是 一些呢,像刚刚就说到这个健康的体魄 就要有健康的这个身体 就要有这个健康的生活 那平时你是怎么样 来让自己的这个生活非常健康的呢? 呃,其实我比较喜欢提倡就是运动保持健康 比如说,呃,运动过程当中会提高这个新生代谢啊 还有你的免疫功能啊 我觉得通过运动的话,呃,你这样很简单出汗的出汗 通过出汗的话呢,提高新生代谢能够使得你这个皮肤更通透了 还有你感觉也会更自信一点 所以说我平时,但是偶尔也会做一下 还有,呃,护肤,肤像面膜,还有平时,呃,对 有些Cream啊,对,保养一下 OK,好,我想请问一下 你平时就是,呃,运动的话 一般都去健身房吗? 呃,大多数情况会去健身房 如果像我这种不想要肌肉 懒惰的 呃,我觉得挺好 我没有啊 我不是说,呃,懒惰 就是说我不想就是,呃 练得太壮 是,然后呢,就不要就是 不要经常去健身房的那种 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运动的方式吗? 呃,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运动方式啦 包括,呃,打打篮球啊 打打羽毛球啊 这些就是说比较随性 不会说就是说比较大,比较局域化啦 比较单一啦 所以说我觉得呃,可以有很多 轻松的一些运动方式 对,运动无处不在 对,对,对 是,那除了这个方面呢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男生的问题 想要问我们的这个见风哈 你平时的时候在家都呃,喜欢 什么样的一种着装方式啊 是比较休闲一点 比较比较潮流一点 你是觉得你自己这种着装的理念 是什么样的? 我一般在家都比较,比较casual一点啦 就不用穿衣服 呃,也没有穿 平时呃,穿的比较随意一点 这是私服的陈建峰嘛 对不对 对,平时的时候你都这样穿 呃,平时 T恤啊,Jeans 对,差不多啦 布鞋 对,差不多 那你会去选择 比如说男生的一些 哇,这个日潮风啊 来的时候什么一些 呃,流行前卫的一些衣服啊 一些着装 你会去尝试吗 因为平时呢,我也去看一下 magazine啊 杂志,潮流的杂志搭配啊 所以说我也很有兴趣 有时候去尝试一下咯 有时候啊 但是,不同的情况下 我还是会选择 T恤啊 或者是说短裤啊 或者Jeans 比较多一点 你最夸张的一次打扮 你觉得真的是 哇 对,short time不算 我们怎么会穿到这样 short time不算 是私人我 是私底下的你哦 比如说那场演出 那个演出服不算 不算 你穿了什么 呃,这样吧 我突然想有一次 呃,我去 因为晚上啦 半夜,然后我很饿 半夜 然后,我家楼下有一个室桌店 很方便 然后我就穿个 穿个就是那种军裤 军大裤 对 就是那种 像军裤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 挺大的 对 挺大的 很宽松的 对,很宽松那种 然后 上面就是穿个背心咯 然后对 睡觉那种睡衣 对 睡衣应该说叫睡衣 我直接现在下去 然后穿个拖鞋 下去 然后东西就上来 对 就很近 就在楼下 对,我们就再换了 然后别人以为 哦,这是最近这个 刮的那股犀利风来了吗 可是 你看着一看镜子 有没有觉得 哇,为什么我会想到要穿这样 呃,还好啦 因为是 对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想着穿着是这样的 我只要赶紧把我的肚子解决就好了 是 是 这是最关键的 对 可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潮流风格的 你的穿着是属于 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潮男吗 呃,我因为不是 是啊,我觉得我最喜欢行男路线 我走行男路线吧 哦,行男路线 我喜欢走行男路线 哦,那你觉得行男路线最基本的一些 比如说 呃,素质 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一些条件是什么 呃,身体要壮 呃,我觉得这个身材保持健康嘛 保持健康的身材 健康 嗯 其实我现在 我这种身材可以吗 我觉得你完美啦 对 哇 哇 哇 说出完美有点太夸张了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呢 呃 我现在比较 也会去一间方 目的是想自己 这个尺寸更小一点 然后说保持线条 嗯 对 包括我工作 包括现在流行的趋势也是这样 对 对对对 所以就说到潮流单品 你唯一一件最喜欢的潮流单品 绝对在你衣橱里面不能少的 是什么东西 嗯 帽子、手套、围巾还是 呃 皮带 呃,其实都不是 我其实我喜欢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打篮球 嗯 所以说呢 呃,篮球鞋是我最主的一个单名 哦 对 所以你家里面很多篮球鞋了 对 有没有一百双 也没有啦 就可能 可能是十双左右吧 对 十双左右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也很想担心男 因为行男最必备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东西 你觉得是什么 我说的是 这个服饰方面 呃 我觉得必备的是一个 呃 追逐行男的一个心态吧 就是说包括 生 对自己身材要求 哦 那那服饰方面呢 服饰方面的话 其实这方面我真的没太多的研究 但是说 呃 我觉得的话还是 牛仔裤 简便 简便为主 简便 因为我觉得本人 本身对男生来说 我觉得牛仔裤真的是一个万能的东西 不管你是那天是正装啊 还是休闲装 对不对 西装也好 T恤也好 其实都可以配条牛仔裤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牛仔裤还蛮重要 那你觉得女生呢 你喜欢怎么样穿着的女生 我觉得呃 女生的话 我觉得还是 呃 呃 简单 简单一点好一点嘛 嗯 你觉得像这样的女生 会不会觉得有点 就是过于复杂了 对挺好 还爆纹 对挺好 过于复杂吗 我不太喜欢说 呃 不太不太说这个女生穿的太复杂 我觉得会有点累赘 对 女生穿的简单一点 像这样就好了 对 我自己喜欢啦 我自己会喜欢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大方一点 像可能一个女明星 你最喜欢的女明星 呃 来举例 呃 其实女明星的话 范爷 呃 很多很优秀啦 对吧 所以呃 但是我比较欣赏是 呃 对 范冰冰 我挺欣赏 对 哇 因为我觉得范冰冰 应该是很多 这个型男眼中的美女吧 或者说一个 一个比较完美女神吧 不要把你自己扯进去哦 虽然你也喜欢范冰冰 可是不同等级的 OK 我不是型男 哈哈哈 OK啦 不说回来 你觉得就是皮肤保养方面 嗯 可能男生们都会觉得很麻烦 对不对 是 那你有怎么样的一些 就是觉得 翘门可以 我看你的皮肤没有很差 呃 其实 我觉得 对的 就是说 嗯 敷面膜 比较重要一点 对 你一般平时的话 你你 嗯 这个频率是多少 一个星期几次 一个星期的话 三次左右 有时候忙的话就两次了 一或一次了 有时候 比我还要勤劳 我觉得我也是 因为我很多时候 你看我跟雪姨去逛街的时候 买一堆面膜 哇买了几百块钱 然后呢就等着他日期过期 然后就拿来扔 就这种感觉 有时候连卸妆都会忘 对 就很麻烦 所以你觉得男生的话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 可以让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的皮肤啊 就是你自己的那套理念 嗯 我还是会坚持运动 对 因为 因为 我 肯定学习惯 因为我运动之后 我会感觉我的身体很健康 然后我的睡眠又会更加好一点 然后睡眠好皮肤只要好 对 说回来还是运动 所以你要不要教我们的这个 爆红一套简单的这个 少林武术吗 方式 我觉得这里有极限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再教你吧 所以以后你就带着我运动了 你觉得运动要从什么方面开始 我觉得运动应该从心态上吧 从心态上 还是心态 因为 我觉得我心态应该蛮正的 运动无处不在 对 我觉得可以 对 我觉得可以 那女生呢 可能女生就会觉得 哎呀 运动很累赘 对 然后呢 流汗啊 我的经验是这样 女生运动的话 我觉得 需要有一个人去引导 对 因为 呃 女生的话 那个运动的主动性 相对男生的话 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说呢 呃 如果女生有更多的人去互动 带动的话呢 其实啊 这个气氛也是会更好 因为男生的话 更多 会 会比较主动性会强一点点 还是要找你就对了啦 哈哈哈 你找我吧 你找我 然后我找他 我们一起去找他 我们就过火车 都可以 一起一起运动 好 那其实呢 我今天啊 这个很感谢我们的这个 建峰 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那我要呢 代表各位女同胞 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 请不要建议 呃 可以 你在比赛赢了之后 在自己刚刚踏入演艺圈之后 你对自己的情感路线 或者说对自己的这个情感方面 做应该是 怎样去处理的呢 你觉得 我其实 我说实在 其实暂时我没有想太多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 因为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我想去努力去工作 还有 让自己在事业方面有一番成就之后才去 我想更充实一点 对 我想跟自己更有 包括外在内在 我想更有自信一点 然后我才会去 去 可是我告诉你一句实话 据我的经验 进演艺圈这么久以来 嗯 或多或少 当这个没有工作 或者说工作忙的时候 你的情感的时候 会感觉有一块情感缺陷 当这个缺陷出现的时候 这块空缺出现的时候 你觉得你应该怎样去弥补 嗯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有 我会有一种方式 可能会可以去 朋友 对 对 有时候可以 跟朋友 出去 简单的做一下 来走一个走一个 就没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这个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时候 朋友还总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好今天呢 谢谢我们的这个 陈建峰先生 也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一些生活话题 也希望呢各位这个崇尚运动的朋友呢 能够追随我们这个陈建峰先生的这个运动理念 运动无处不在 在哪里都可以让自己呢 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 拥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体魄 健康生活 谢谢 谢谢